学校幼儿园不再开展全员的核酸筛查 师生员工出入校门和校园的公共区域也无需提供核酸证明 非疫情流行时,校外人员进校也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疫情流行或者严重时,学校可查验校外人员的核酸证明 科学安排教育教学方式 非疫情流行时,学校幼儿园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 疫情流行的时候,高校的校园内可实施分区的管理 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严格的封闭管理 根据疫情的风险,设议的中小学或幼儿园短期内 也可采取线上的教学或临时的关停 疫情流行严重的时候,控制大型活动及聚集性活动 严格高校的校园管理 疫情解除后,要及时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 稳妥处置校园疫情 学校幼儿园发生疫情后,要及时采取减少人际接触的措施 延缓疫情发展速度 这里面高校可实施线上教学,调整教学安排等措施 中小学校以班级为单位,由学校所在的区级的教育行政部门 会同、卫健、疾控等部门提出并实施防控措施 幼儿园可采取临时的关停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